叫你半天 咋的 这么出我了 有这么大变化吗 你咋见着呢 这刚出小月子吗 怕凉着了 最近家里事多也顾不上 跟你们见恋 德宝他爸脑血栓 他妈在医院守着 我就刚去送完饭回来 德宝呢 我下班就没见他 拉地板车去了 帮人送煤 能挣点试点 他爸那医药费 厂子里不给报 说是没钱 等有钱了再报 你上哪儿去啊 我 我回家 太好了 赶紧烧我一段吧 腿都软了 走 小雅 不是 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 还趁着年轻一夫玩咋就 这一旦有了孩子 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你不是自找的吗 我跟你说实话啊 那年初三那晚上 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背窝 那你觉得这咋的事啊 你钻德宝背窝呗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那天晚上 我跟他啥也没干 他是钻我背窝了 没干成 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这行 那他吹口琴的样子给泥住了 在想啊 他要天天在我身边 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 现在呀 口琴都不知道人哪儿去了 走 坐好了 嗯 走了 那你辫子呢 早捡了 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其实还挺怀念以前 无牵无挂 自由自在的时候 哥 作为过来人 你的亲干妹妹 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 爱情很美好 婚姻很苦恼 你现在还没结婚 还有得选 在你选的时候 把我说的这个话 做个参考 回吧 行 那我走了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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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咯 是的 为啥还光明 说话 我姐说 光明 我先回去了 平哥哥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 连谁也踢不了 可这事你自己得想清楚 我不知道你对你整专有多深的感情 吐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 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 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 郑娟那边啊 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 别的 冷静 冷静吧 也许你会改变强会儿 回来了吗 回来了 你回来了 快 还回来了 电报 电报 贵州来的 你看看 三月回家 周融 我 那我说啥来着 我就说你别担心嘛 人家人家大山里头 那通讯 交通都不方便 咋呀 行啊 好啊 你这一窝蜂回来了 再一窝蜂走 我妈也受不了 细水长流挺好的 快洗手吃饭吧 咋又是白菜吗 真认识看 真认识看 不是 腊肉啊 不是说 给我姐留着吗 这不是不知道 你姐啥时候回来吗 那你咋在冻上了 冻上 行 来 妈给你夹了两块 剩下的 妈冻上 再 再给我一碗 冻上 妈妈给你炒个鸡蛋 好 放油 还行啊 效果不错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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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出来了 孩子谁管呀 你出来了 孩子谁管呀 你出来了 孩子谁管呀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 我现在只要一个离开那个家呀 我现在只要一个离开那个家呀 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 天宽 浑身快服 天宽地宽 浑身快服 那不用 哥 哥咋还不来呀 哥咋还不来呀 我妈说两个小时之后 我必须得回家 我妈一周帮我看六天孩子 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多好啊 得记了吧 当初还不愿意倒沙门呢 得记了吧 咋教训 余红 你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干啥呀 不是 春艳咋的 你家有儿子了 让老孙姐缺后啊 你们都打力了 快点呗 哥 来了 小慧 哥来了 都来了 同志 菜单 好嘞 今天我请啊 你不请谁请 赵 怎么请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 干啥呀 我俩正一件事 余姐 你又没有家庭处呆 搁这儿 行 行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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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 咱哥几个呗 咱一人出点 一人拿起来 就你冲大哥的 你们不知道 他俩姐姐返程以后半年多了 都没找工作 就吃我俩和他弟 干啥呀 能不把嘴逼上 不能 咋的 你 你还晒脸的是吧 我晒脸咋的 你干吗呀你 你干啥呢 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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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请倒上啊 不用坐 干啥呀 咱不是说好吗 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 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 都忙这忙那的 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 干啥呀 没事 没事 就是 有我哥在呢 想吃啥 尽管点 反正是他给结账了 对不 对 服务员 哪个菜最贵啊 要不就炒一本吧 把他吃着个穷鬼 来 这样啊 我长一个 那个猪猪顿 我要一个六烧猪大肠 我媳妇 大拉瓶 哎呀 那个锅 锅巴肉 锅巴肉 好 那个炸个茄盒 茄盒 你姐 验尺那个 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了 行 好 吕川来信了啊 说你们一个拉着带口子 就把信寄我了 让我给你们看看 好 那念念呗 能念 念 那我看吧 来 好 见字如面 请代我向国庆 吴倩 春艳 阁宝 赶超 余红 等 等 是谁又在呢 等 等 问好 谢谢 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 感受很深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 是来捞政治资本 还有一些隋大溜的二百五 人家喊什么口号 他们就跟着喊 完全不过脑了 当然了 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 有独立思想 有勇气 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 他们会奋不不身地站出来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 真正地关心 而不是嘴上说说 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这下好 刚离开健康厂不到一年 这开始芭芭给我们上课了 开始 不 哎呦 这 她家不是小业主 这咋还推荐上小了 我说心里话 应该可去 表现好 出身好 不知道咋的 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 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那是没 没毛病 那怎么 我还 你读不读了 别读了 闹心 对 我看两眼 来 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生鹤 大巴 这傻子 厉害 没压不读啊 没文化 走 走 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生鹤丽 草木皆兵之城 黑云压城城 干啥 咋呀 不让电了 咋呀 干啥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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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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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了 没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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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 部门的领导 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 传达一些内部精神 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记住三点 一 吕川的姓 咱没见过 没听过 不知道 第二 老百姓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 别的 想也白想 第三 哥 以后别再跟吕川通姓了 对你对他斗不好 他要给我写 同志 咱的菜好了吗 马上就来 再来六瓶啤酒啊 好嘞 咱们